音乐 在整个数据转型的过程里面 客户会面临到的 当然就会面临到不管在速度 定制化甚至这种服务化的转型 甚至还有在因为数据的这种 下一个的生产要素形成之后 它可能会开始产生它Business Model的Change 顶星其实协助我们的客户 要怎么面向这样的一个快速 外部变化的环境的数位转型 那我们也在思考说 那顶星该做怎么样的调整跟改变 所以顶星其实也展开了自己的数位转型 所以从客户的议题出发 解决方案的知识到工具的这件事情的结合 这就是顶星其实在这个里面 去做整个大幅度的改变跟调整 我们现在在转型的过程里面 所最重要需要的人才 我觉得可能是在 应该是在顾问销售跟研发 那顾问其实在客户家 我们聚焦行业去发掘客户的痛点 然后去提炼这一段的解决方案 顾问要具备的能力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其实在的是 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 那第二个其实在的是沟通能力 那第三个其实是要带着人 可以落地的专案管理能力 问题分析与解决在于 能够定出有价值的目标 有价值的问题 有计划 有逻辑的去发展解决它的方案 那沟通能力在于 其实能够在过程中 真的是听懂人家在做什么 并且能够寻求 所有的重要的关系人 大家能够找到各自需要的利益 那这个专案管理能力的重点还是要以最终的 专案目标能够达成有效益的去完成为主 所以关键可能不是只是在进度的追踪 而是在过程中怎么样不断的去调整 朝着专案目标跟我们想获得的效益前进 顶薪已经40年 今年40年 那我们的客户其实很多 我们去跟客户互动的时候都觉得很有趣 像我之前去有一个客户 他从一家很小的公司 可能营业额的规模大概从1亿 然后可能跳到3亿5亿 后来到10亿 他其实是一家小公司 他这样一路成长 那刚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用我们家的ERP 然后他后来再经过了二次的导路 然后等我在过去的时候 他系统其实都没有换 我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他这次要做这件事情 那他跟我讲的事情是 我的客户没有我 他会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 他的产品是很厉害的 他就告诉我说 他在帮他的客户解决这样的问题 他觉得我们也在帮他解决这样的问题 他说他的客户在成长 所以他一定得成长 然后他说因为他们在成长 所以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成长 当我们开始 越来越从客户变成伙伴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关系是更紧密的 所以探讨的问题已经开始 不是在限于厂商 供应商跟客户之间 我教你怎么用系统的问题 而是更多他开始的会是 他会请你听他讲 他现在在面临的困境 其实我们才比较谈谈的是困境 我们的销售其实能够把我们所体验的知识 包含我们的成功案例的故事 如何能够扩散出去 我们的研发会回到 我怎么把前段所提炼出来的知识 经验能够封装回产品里面 在我们公司业务又称作规划师 什么是规划师 其实就是我们要先去请听客户的需求 了解他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们在协助客户去规划一个方案 来协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规划师又有分成 新客跟老客 那什么是新客 新客其实就是在拓展新市场 以前从来没有买过我们的系统 没有买过我们服务的这样子的客户 那平时呢可能就是打打电话 或是就直接约拜访过去跟客户聊聊天啊 讨论需求 我是属于这个老客服务的部分 那他又更重于经营 我之前就有一个很知名的大老板 就感觉不是我这个层级这样年轻人可以触及的 他就会突然打给我说 贵全啊 我们公司最近有什么样的发展 你可不可以给点建议 他就是很信任我们才会做这样子的联系 对这大概是我们的工作性质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不要被你的专业背景所框架住了 对因为人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那我在鼎心看到的 像我服务的客群其实 客户群啦蛮广的 在我去跟这些客户访谈聊天的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在跟客户学习 他们的一些行业知识 如果我们就是排斥学习的话 其实会听不懂客户的语言 所以在这个环境是可以让我们主动的去接触到 各领域的专业知识的 在储备顾问 然后储备主管 然后校园侦查 然后还有定期的社招 这个是大概我们目前比较特定的一些 招募的一些的客户计划 如果对于想要挑战自己在学习的成长 跟也可以在过程中帮助企业们 能够迈向数位转型的有志之士 都欢迎可以加入鼎心的行业